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1号星期日 播报一个怎么说呢 让您很尴尬的一个消息吧 2月28号 湖北黄冈黄门镇向瑶村 14户人家里面有22人 把镇的疫情防控指挥部发的叫二氧化绿环境消毒片 俗称叫炮藤片 也有人说炮成水之后叫什么巴斯消毒水 反正把炮藤片当成抗病毒的药给吃了 据说他们村的村干部领来了之后发给他们 还要求要当面喝 然后还要拍照拍下来 然后作为一个村里做了工作的业绩报告 吃完当然就出事了 紧急送往县人民医院救治 按理说每个炮藤片应该是兑两公斤水 用于住户家中喷洒消毒的 然后镇村干部立即赶到现场 然后什么县人民医院成立由党委书记院长 业务院长 医院股长 消化内科主任 神经内科主任 心内科主任 心内科护士长等 八人组成的救治专组 通过鸡蛋清加牛奶中和 胃液导流 输液补充能量 24小时监测 反正22人最后身体状况稳定 没有生命危险 这个消息不让你感觉就特别的尴尬 我觉得它反映几个问题 第一个 中国太大了 知道吗 大城市持续的几个 主要来讲就是北上广深 真正的这种城市人口 然后现代化的 其实真的不多 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 还是非常落后 非常的愚昧 整个人员素质都这样 而且也显示了中国的官僚机构 就是在对付事 你知道吗 根本也没弄清楚 就迷迷糊糊就去了 迷迷糊糊就干了 干什么事都迷迷糊糊 我之前我就说 为什么疫情在中国发展成这样 就是在这了 就是说底层官僚 完全就是一种 在对付 就不是来上班的 没有一点责任心 也不认真 也不看 发了之后 最起码才有个包装 包装上有说明书 你能瞅 我不相信村干部就是文盲 我觉得能当村干部 最起码字还是要认识的 中国什么年代的 不可能都是文盲 什么就没看 也没看 就自以为是 然后就吃 然后还当面吃 然后还拍照 结果就搞成这样子了 你知道吗 所以中国的问题 我觉得就在这儿 就是从上到下 不认心 不认真 而是缺乏责任心 出了各种荒诞的奇怪的事情 好吧 这张消息破到这里 我上次不知道说什么 你真的是太搞笑 好吧 谢谢大家